照顾资源 基本照顾技巧 1.口腔卫生 2.皮肤照护 3.贫血照护 口腔卫生 口腔照顾不良不但影响长者的舒适感 也可能会引起口臭、牙周病等问题 抵抗力较弱的长者也可能因此导致细菌感染 进而引发像是肺炎、心血管或菌血症等等病症 因此无论是否有口禁食 基本的口腔清洁都是照顾上非常重要的事 口腔清洁的范围包括牙齿、甲牙、活动甲牙、舌头及口腔粘膜等 正确的解牙观念是先漱口冲掉口腔残渣 接着再刷牙 最后再引牙线或牙尖刷清洁牙齿缝隙 专业的口腔照护更是相当重要 包括解牙、清除牙结石、治疗口腔疾病、装带或调整甲牙等 建议成人每半年检查一次 30岁以上有抽烟、嚼槟榔习惯者 每两年应做一次口腔癌筛检 口腔护理什么时候开始呢? 建议进食后就应进行口腔清洁护理 以去除食物残渣避免滋生细菌 睡前应再执行一次口腔清洁 如果长者的体力比较差不能配合或是有困难 至少应于早晚进行口腔清洁及餐后漱口 不是有口径时的长者建议至少早晚各做清洁一次 而如果口腔有异味的话可以增加口腔清洁及护理的次数 结牙前请注意 尽量鼓励长者自行刷牙 照顾者则在一旁协助 若长者无法自行清洁口腔 照顾者在进行照护前无必要先清洗双手 并戴上清洁手套协助长者保持半座卧的姿势为主 若无法维持半座卧者可采用左侧卧姿 但请留意 需在使用小枕头或是被子协助长者维持舒适的姿势 在结牙前应先进行口腔观察 检查是否有蛀牙以及食物残渣残留的状况 如果长辈使用活动式甲牙 要先卸除甲牙后再进行口腔护理 结牙时请注意 先使用牙线或牙尖刷去除牙尖间的食物碎屑及牙垢 再以牙刷清洁牙齿表面 舌头上的舌苔也需要清洁 如果轻轻刷仍然不易去除 可以用柠檬水、凤梨汁协助去除 如果还是无法完全去除 则分次去除即可 尽可能避免造成长辈不适 导致日后抗拒口腔护理 口腔护理完毕后 以毛巾擦干嘴巴周围 再以护唇膏或是凡士林涂抹与嘴唇保持滋润 其他注意事项 每天至少一次使用镜子及手电筒检查口腔状况 如有红、肿、溃疡或牙龈出血 应通知医护人员 刷完牙后牙刷应保持干燥 且每一到两个月更换一支新的牙刷 避免刷毛分叉或滋生黴菌、细菌 假牙清洁需另外使用假牙清洁剂或洗碗精清洁 切记不要用含有颗粒的牙膏 以避免磨损假牙表面 清洁假牙时 亦可选用清洁假牙专用牙刷或软毛牙刷清洗 清洗时力道避免过大 以免假牙掉落或断裂 假牙脱的每个部位清洗干净 清洁后再将假牙脱放在开水中浸泡过夜 隔日早上再为长者带回假牙脱 正常皮肤的功能包括保护、分泌排泄、感觉、调节温度和促进维生素D合成 造成皮肤干燥的原因 老化、干燥的天气、太常洗澡或用肥皂 皮肤疾病、系统性疾病如干肾功能异常 营养不良、甲状腺机能低下 免疫能力改变、过敏、药物引起的副作用 潮湿皮肤干燥的原因 大小便失禁、流汗、伤口或造瓏口肾液 皮肤干燥亦导致皮肤破损 皮肤水分蒸发增加 容易裂开或产生碎裂 增加细菌入侵和皮肤感染的风险 潮湿皮肤因皮肤油、弱酸变碱性 增加皮肤脱水的风险 改变皮肤正常菌从 增加细菌入侵和皮肤感染的风险 皮肤干燥照护措施 一、使用润肤剂 依据皮肤干燥程度 卷用乳液、乳霜或油膏 二、一天涂两次 云木浴后涂抹,力量轻要向下 顺毛涂抹 三、沐浴乳取代肥皂 四、采碗润肤肌的皮肤应是清爽的 若太潮湿反而会有细菌或黴菌感染的风险 护肤霜可维持皮肤的完整性 避免尿液粪便的侵蚀 但只能用在完整皮肤上 护肤膜则可用在完整或破损的皮肤上 形成一层隐形的保护膜 适近时误使用肥皂或水清洗皮肤 建议改用泡沫或喷雾式的清洁产品 有保湿润滑保护功能的清洁剂 或柔软禁湿的毛巾纸巾 贫血照护 贫血的定义是 成年男性血红素小于13 女性血红素小于12 大多数贫血老人情况都不严重 红血球数值介于10到12之间 老人家的贫血不只从血红素的数值高低判断 还要看血液流失的速度以及病患的身体状况 轻微或慢性贫血可能没有症状 一般包括头晕、心悸、耳鸣、脸色苍白、疲惫等症状 严重贫血可能出现嗜睡、意识混乱或是危机生命之和病症 如心脏衰竭、心脚痛、心率不整、心肌梗塞、呼吸困难 甚至出现低血压、休克、死亡的情形 常见的贫血原因 一、营养不足 如铁质缺乏、液酸缺乏、维生素B12缺乏症 二、骨髓疾病或受抑制 再生不良性贫血、药物、化学药物 放射治疗副作用 三、内分泌不足 红血球生成素、甲状腺功能不足等 四、炎症反应 如慢性发炎、慢性感染症、癌症 五、基因异常 如镰刀型贫血、地中海型贫血 以及自体免疫性疾病 六、失血可能是因创伤或是消化道出血所致 七、慢性病 心衰竭、慢性肾脏疾病、癌症、肝脏疾病 甲状腺功能低所致 八、酗酒 贫血照护措施 贫血虽然不是严重疾病 但也不可忽视 需遵照医师指示用药 注意日常生活保健及均衡饮食 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照顾资源的利用 一、了解目前长照服务提供对象服务内容 二、若有需求了解申请长照资源窗口 三、若身为照顾者可以了解哪些资源可运用 了解目前长照服务提供对象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包括 50岁以上失智症患者 55岁以上平地员住民 49岁以下身心障碍者 和65岁以上衰弱者 长照2.0的年龄大幅下修 让可以接受服务的人数增加至73.8万 长照2.0提供的服务共16项 包括照顾服务、居家护理、附件服务、 喘息服务、交通接送、辅聚服务、 营养餐饮、机构服务、失智照顾、 原住民社区整合、小规模多机能、 照顾者服务据点、社区预防照顾、 预防延缓失能、延伸出院准备、 居家医疗等 了解申请长照资源窗口 可以透过1966长照服务专线取得协助 并提出长照资源的申请 另外,若家人正在住院中 也可以透过医院的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预先评估长照需求 出院后可快速取得长照服务 打1966前 建议您先备好以下资讯 需要接受照顾者的姓名 年龄 居住地址等基本资料及状况 主要照顾者 联络人的姓名、电话 打1966后 透过语音选单将转接到 县市的照管中心 中心人员将帮助您了解 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只要符合资格 中心将派照管专员到家进行评估 依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照顾计划 并与您说明政府补助额度 帮您找到合适的长照资源 身为照顾者 可以了解哪些资源可运用 照顾者也有资源可以使用的 如 一、在病患出院前可以运用出院准备服务与医疗团队讨论病患出院的照顾计划与可使用的资源管道 二、照顾者目前一年可以有21天喘息服务 让自己获得休息和输压的机会 三、107年长期照顾给付及支付基准 1月1号上路 重大变革包括失能等级改为八级制 由长照中心核定额度 并依照家庭需求进行照顾问题清单评估 再交由特约机构提供服务组合配搭 与家庭沟通定定照顾计划 民众自付额分一般户16% 中低收入户5% 低收入户0% 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提供 0800-507-272照顾者通报咨询专线 单一窗口之专线 提供家庭照顾者社会福利相关咨询服务 除了线上提供咨询服务外 也协助社会资源连结与转介 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提供家庭照顾者八种支持性服务 个案服务 居家技巧照护指导 食物指导 照顾技巧训练 抒压活动 支持团体 心理资商 喘息服务 电话关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